陳蔣師好 剛才看到溫馨的畫面 剛才看到感恩的畫面 剛才看到的是一種祝福的畫面 如果呢 我們這個畫面呢 複製到我們的家庭 把這個畫面複製到我們的同事之間公司 或者是你的生活上面 這個就是我們來學到修道的目的 但是呢 有人呢 怎麼樣 一天兩天佛在心中 然後呢 三天四天呢 可能會忘記的 所以呢 有一種小朋友的教育叫做禁教 我們那個言教很重要 但是神教 禁教很重要 所以呢 把自己投入在 自己可以成長 靈性提升的環境 就是我們今天後學這節課要學的 這個學獎的新民班的殊聖 剛才呢 我們的講師有提到說 一生一次的法會 對不對 一生一次的約定 跟我們在法會之前求到也是一生一次 那麼後學跟大家都一樣 一生一次在法會之後 只有上過一次五種班 五種班的第一年就是新民班 什麼叫做新民 法會呢 是佛盤註冊 那麼新民呢 就是大學知道嘛 大學所講的 我們要重做新民 我們呢 今天呢 在這個世界上 今天呢 我們很高興呢 能夠得到這個法語滋潤啊 能夠佛光普照 但是我們回到家中 我們要如何去重做新民 讓我們的家人 讓我們的同事 我們的朋友 說 你變得不一樣了耶 你比以前更好了耶 這個才是原來的你 其實有時候我們不小心 就會有一些脾氣 毛病 或者是覺得自己會後悔的事情 但是呢 這個是一個人 我們就是畢竟是一個人 我們能力那麼薄弱嘛 但是呢 我們需要借助 我們團體的力量 我們好的朋友的力量 我們先佛的力量 讓我們把原來的本性發揮出來 有一句話說 我們不舒服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都會去求佛 那 都求佛 西求佛 不如找自己的自信佛 就像我們的小孩子呢 我們會幫小孩子的教育 會找怎樣 最好的補習班 最好的老師 那後學的媽媽 後學跟大家講 後學的媽媽最近生病了 我們會不會去找什麼 哪一家醫院是什麼權威 對不對 可是呢 後學的媽媽 真的就是年紀大了 有一點點 年紀 機器會老化了 再怎麼好的醫師也救不回來 因為她中鋒第三次 大條的那個靜脈阻塞 在阻塞之前一天有說有笑 有一天睡覺 奇怪 早上怎麼沒醒來 我妹妹去發現的時候 超過黃金 救援時間 所以 現在送到機構去 但是送到機構去 後學就會想到說 機構不舒服 對吧 那她 醫生好像也沒有想服到 那她 年輕的時候賺的那些一些錢 不多的錢 剛好是慢慢的滑費在她的機構 所有的開銷上面 不夠的話就怎樣 我們子女平均要負擔 那麼後學就想一想說 人生 大家覺得人生 來這一招 這個是一個學習的旅程呢 還是覺得到底有學習 如果是學習的旅程 是學習到了什麼這樣子 那後學有來到場 所以很高興說 很感恩說 後學有讓自己的父母親都有 來求道有開過法會 我相信他們如果說 有一天回天的時候 上天問你說三寶是什麼 一定要記得 就你們那個求道卡 那個也要第二張身份證 也要好好的留著 那新民班至少 來這裡上課至少有五大好處 自己一定要記得 來這裡上課的話你看喔 我們至少我們知道說 我們如果要去移民美國 可能要有一些有行的 要有一些錢嘛 但是呢我們如果有一天呢 我們一定會移民到天堂去 有人呢 的行李箱是大的 有人的行李箱是小的 那但是呢 這個世界上有行的都帶不上去 大家覺得那裡面裝的是什麼 有沒有想看看 裝的是看不到的東西 我們把我們所做的 求道的時候就有提醒我們的 要存好心說好話做好事 把它怎樣打包起來 所以呢我們呢 不好的就不要打包上去了 可是呢我們有不小心得罪別人的 那些不好的 我們這輩子沒有把它打理清理掉的話 那怎麼以後呢 要怎麼回天啊 對不對 因為不小心的時候呢 所以後學的先生看到後學沒有在笑 他以為 他以為我 我在抱怨他 其實不是喔 是因為我們有時候不小心喔 沒有好好的提醒自己 所以就會造成不好的誤會 然後就會有一些 一些不好的感受出來 所以呢我們呢 要怎麼樣 把自己的不好的行為呢 這些東西呢 我們先把它清理掉 就像是小朋友啊 我們是女生 我們有些生過小孩的就知道 小baby生下來是不是要 欸要在保溫室裡面照光 有黃膽 有黃膽照一照 欸不用吃藥了 那個光照一照 黃膽就好了 這個小孩子就會健康了 所以呢我們呢 把這個我們自己的身體 常常來佛堂佛光普照 慢慢的就會進化 然後身體就會得到健康 那有一個故事啊 那個故事就是說 欸也是一個家庭一個夫妻 奇怪呢本來是應該是都沒事的喔 但是呢 欸不知不知情的情況之下 竟然會造成 欸一連串的不好的運氣 比如說呢他一個小孩子啊 小孩子就看到那個 小孩欸媽媽媽看到爸爸的手錶 放在浴室那裡 那個手錶 浴室潮汁怕會掉下去 早上就是 欸上班前媽媽就把它拿到餐桌那裡去放 想說讓爸爸吃早餐的時候順便拿走 結果小孩子去吃早餐的時候 拿了牛奶不小心把爸爸的手錶掉到地上去 這個時候爸爸會想說 我的手錶那麼貴欸 你把我弄 就責怪媽媽又責怪的小孩子 那呢一責怪之下呢 怎麼樣他上班 他上班就急急忙忙的拿著一個包包出去 那我們都會有一些包包 有一些是上班的 有一些是什麼外出的課程的吧 結果他拿錯了 那一天呢剛好是很重要的一個簽約要簽約 結果想說哇快來不及了 趕快打電話齁 那個家裡的鑰匙也放在家裡齁 然後就打電話跟太太講 太太你幫我回去開門 然後拿我的公司包 我有很重要的要簽 結果呢太太呢已經去上班了 為了趕著回去開門 結果在路上呢發生車禍 不小心擦傷了別人 然後呢幸好不是很大傷 還賠了多少錢 回去了以後呢 先生呢總算拿到了他的公司包 到公司了以後遲到五分鐘 結果那個約有沒有簽成 沒有咧 那個公司的沒有辦法讓你去延遲那麼久 那小朋友去學校 今天爸爸媽媽都罵我 我今天要考試我也不專心 所以呢有時候回想一回來 我們手錶掉到地上可能壞掉可能損失10% 加起來的那些損失是100%的話 我們要為了那個一點點的錯誤而損失10%嗎 不用啊如果說我們慢慢的把我們的一些 生氣啦腦啊怒啦怒啦怨啦恨啦 慢慢的這些無名啊都慢慢的 因緣果爸都慢慢的 慢慢的明理了以後呢 我們這些生活上面的煩惱其實是都不會有的 所以有時候我們遇到境界遇到事情的時候 大家有沒有想看看我要怎麼樣去讓這個事情往好的循環 還是往壞的循環 我就可以看看 假如我是那個米勒老師的話 我就會想說什麼 他比OK啊萬事都OK啊 而且他雙手接引大家 我們也可以想到什麼 技工老師啊他也是說OK啊 事情一定有解決的辦法的對不對 約會菩薩也是喔 所以呢站在我們站在我們的人生的十字路口的時候呢 現在我們開法會 我們接下來的人生 我們要怎麼走 我們呢可以選擇喔 可以選擇跟以前的你一樣 還是呢你要選擇 除了站在你原來很好的基礎上面 再加上一個先佛的照顧 讓你的人生更光明 那你看喔 你們現在在哪一個階梯 假如這是成佛的階梯的話 我們現在已經在一半了呢 接下來呢 再爬得越高 你的眼界就看得越遠 你判斷事情的能力就越準確 大家都會跟你有事情都會來跟你請教 因為你境界很高 所以呢五年研究班呢 就是像考上大學一樣 透過新生訓練 開始真正開始修學分 才是進入五年研究班的開始 後學是 目前也是新民班的服務的講師 今天早上呢 我們在三樓 這裡是四樓 也是有新民班的補課的課程 我們真的呢 班員都上得很開心 然後有互動的 也有分享的 然後也有已經都變成好朋友了 因為你經過一年 大家都變成同窗同學嘛 現在你們是法會的同窗同學耶 所以後學呢真的說 剛才呢看到你們在上面 把蘋果獻給銀寶師的時候呢 本來你是跟銀寶師兩個人的關係 現在呢變成你跟你的法會班的同班同學 你們的人際範圍又擴大了 這個就是人生豐富人生幸福的開始 所以我們呢一定就是說 我們要把我們的家擴大 所以上研究班第一個最大的好處就是怎樣 可以增長智慧 讓我們更鳴離 然後建立正確的駕駛觀 你就是先佛嘛 所以我們變 我們就是要有學習慈悲喜捨的精神 所以你來上課的時候呢 我們就會有許多的互動啊分享啊 那你來看看呢 你們看他像不像是一家人 那裡面的哪一位 你覺得哪一位是第一個來接近我們到場的 來接近跟我們正和書院結緣的 其實是小朋友 因為小朋友呢 來讀國小的時候他來上讀金班 然後呢 來上讀金班 然後呢 然後呢 這個爸爸啊 都是會載小朋友來 但是都在那裡抽菸都不說話 然後有一天呢 我們讀金班有時候都會辦慶生的活動啊 或許就鼓起勇氣去跟那個 那個 比較 那個沒有表情的爸爸跟他講話 爸爸啊 那個小朋友要來祝福你耶 然後生日快樂 然後你要來 然後呢 慢慢的就會跟他聊耶 我們真的耶 當我們表示友好的時候呢 原來他 不是像你想像的那樣啦 他會讓小孩子來讀金班 他本身就是有佛緣有概念的 慢慢的他就來帶著小孩子來求道 開法會 像這樣開法會之後呢 我們說有新民班喔 一起帶著孩子來 孩子可以上他喜歡的才藝班 因為我們大人在上五種班 新民班的時候 其他的好多的教室都有小孩子的班別 所以他的小孩子就選擇那個美術班 有時候會去選擇桌球班 一個學一年選一次嘛 然後呢 後來他就發現說 啊我 我本來都在家裡滑手機的喔 在家裡他們家的互動都不太好 但是呢來了以後呢 他的那個阿公阿嬤啊 在家裡 也他覺得很容易怎樣 你一句我一句的在那裡 在那裡 都是同就是剛好一家嘛 然後本來他的太太啊 他的太太後來少他一年才讀那個新民班 因為他太太之前是在早餐店 後來呢早餐店生意 本來禮拜天生意最好 後來呢為了讀這個新民班喔 他就去改成其他的工作 那就是可以那個正常班 一家就是一起來 這個就是創造怎樣 從一個人開始創造一個米樂家庭 可是你看喔 這個就是我們那個紅點的 在你們左手邊的那個小胸 他有這個智慧 那他們家現在呢慢慢的 欸 家裡也有設家坦耶 慢慢的 不是像以前那樣子 欸 個人做個人的事情 慢慢會有共同的話題 各位前嫌 各位同學 法會的班員 有可能你就是你們家的那一位 米樂家園的第一個人 讓我們的家庭呢能夠更圓滿 讓我們所有的人都能夠 多一份先佛的庇佑 然後這位就是有紅點的這位 也是新民班的班員喔 他 所以人家說來得早不如來得巧 他八十幾歲才來讀新民班耶 可是呢 他覺得說 哇 這個班實在是太好了 他雖然是一個律師呢 他一直就是要幫他的客戶 打贏官司而已 可是呢 他一輩子以來就是覺得說 打贏官司以外總覺得少了個什麼 那個 少了個什麼 竟然在我們的佛堂裡面找到了 原來那個就是人的那種 那種善良的本性 所以呢 他就覺得說 我們如果大家都發揮這種善良的本性 世界大同 他那個社會的紛爭就會減少了 所以呢 他就會再做這個分享 然後那個剛好遇到疫情期間 他也很努力學習那個線上課程 然後再來的話呢 我們又可以改變命運 因為呢 我們經過每次都來聽道理 每次都來跟我們的淺嫌朋友在一起 我們的生活 生命就會不斷的進化 對 我們的脾氣毛病就會越來越少 大家看看這位 這兩位現在都是講師喔 有沒有覺得說 很很樂觀 然後人呢 很怎樣 很英俊 太太也很漂亮 但是呢 他在國小的時候 整個國小好像是就是被編進去那種 那時候叫做智能比較不足的那種班 那到國小連自己的姓名三個字都還寫不出來耶 各位淺嫌 如果是這樣子的喔 你是他的爸爸媽媽 你會覺得要怎麼幫助他呢 到了國中以後呢 有進步了 但是他們家的地址還是寫不出來 到了當兵了以後呢 哇 遇到誰 遇到我們鄭和書院的 請邀請他來 進入我們的法會五種班 慢慢的從我們的這個五種班裡面 慢慢的去進化他自己 去提升他自己 原來他原來的障礙不見了耶 他在我們的五種班裡面慢慢的變聰明 然後呢 認識了我們這位大姐 然後兩個人夫妻一起共創 這個資源回收的那種 他是屬於比較專業的那種公司 所以他的營業額 好幾個數字耶 可是他只要他覺得說 鄭和幫助我們的道場幫助他很大 他要發大願 只要鄭和有需要的話 他能力所及 他就要回來幫忙 結果他的生意竟然是越做越好 所以呢 他這個命運就是這樣 從一個不識字的不會寫名字的 竟然就是這樣改變了 所以每一個人 只要你覺得遇到障礙的時候 你就要想到說 障礙有時候可能是讓我們先蹲後跳的一份禮物 我們一定要正向思考 你看看上面這個圖案是水分子的形狀 正常的形狀是要六角形的 但是它是你要去維護它 就像我們開車 車子要保養 我們的人身體也是要保養 因為我們的人身體 70%以上是水做的 我們的身體 像後學的身體去掉水分的話 後學就變肉乾了耶 那我們水這麼多的話 我們一定要好好的用正向的思考 我們身體的水就會變成正常的形狀 我們的五臟六腑的運作才會健康 那一樣的道理 所以呢 大家覺得信念的力量重不重要 身心靈影響健康甚至 那這位也是一樣喔 改變生命喔 他這位前道呢 是受到他的太太的感動喔 也其實呢 他太太也是因為帶著小朋友 來我們書院讀幼稚園 那我們 我們書院的幼稚園啊 要排隊的耶 因為我們都是用五大主軸 還有讀經的教育 慢慢的去讓孩子提升 來慢慢的讓他教育的 所以呢 一味難求喔 那孩子呢 來這裡有進步以後 家長一定有信心嘛 所以呢 所以呢 先生就會跟著來 一開始來的時候 是我們左邊那樣子耶 慢慢的進入我們到場以後 真的耶 有什麼工作 他就是一起來跟這家人 一起來學習 慢慢的喔 也可以喔 有時候你說不定 你今天也有遇到他喔 好 第四大的優點呢 就是祖先可以沾光 哇 這個 這個後學呢 真的最近常常在我們書院的群組裡面 聽到看到耶 而且因為我們暑假期間呢 有開道辦對不對 開道辦就是我們書院去國外 設立的一些佛堂 然後那邊各國的道慶回來 我們書院在那個三樓 各位法會的班員的前嫌 你們有空的話也都可以 到八月底以前喔 每天從早上八點到晚上九點 都有很好的課程 很強的講師來講 我們都很歡迎大家來旁聽 那因為呢 開放班的班員呢 他從外國回來在這裡 也會看到他的祖先 也有看到他的祖先 一起來怎樣 旁聽耶 哇 而且那個祖先還跟他說 你要好好認真聽喔 你要好好認真聽喔 我要沾你的光喔 原來啊 我們在家裡都會 家裡有那個姑媽的生命姑媽 我們都會拜姑媽耶 拜姑媽就是我們的祖先 在天上能夠保佑我們 所以現在我們才知道說 原來啊 我們可以怎樣 讓祖先沾光 所以呢 祖先對陽氏的子孫總是寄予厚望喔 所以你看我們的 我們的祖先 他以後也是希望說 他能夠去往生到更好的 對不對 好 那這位就是 新民班的班員 他在上課的時候呢 他跟我們講的這一段話 或許先不要播放 我先跟大家講 他說喔 他很感謝 來就像這樣子 來上新民班 因為呢 他來上新民班 有時候喔 因為怎樣 工作要加班 禮拜天會累 所以有時候想說請個假 但是呢 晚上做夢的時候呢 往生的媽媽 他竟然來夢裡跟他講說 你一定要去上新民班喔 你去上課 我才有辦法去旁聽喔 然後呢 他想說醒來了以後 想說我媽媽怎麼會跟我講這種話呢 也沒有很在意這件事 結果呢 他就繼續賴喘 繼續賴喘的結果 他又聽不到 感覺後面有一股力量在推著他 說趕快去上課 你要遲到了 你去上課 我才有辦法在旁邊旁聽 所以各位前嫌 你知道嗎 你來這裡上課 你們的祖先都很開心 只是我們現在還沒感覺到而已 但是呢 我們不僅自己可以提升 連我們的祖先都可以沾光 就是這個是祖先也沾光 第五個好處是什麼 哇 原來啊 我們的一些元倩大德啊 他們也可以來旁聽 等他們明禮之後呢 他們呢 可能就不會再來干擾你了 所以你看喔 這位是我們的點傳師的親身經驗 他在台上分享給大家 所以他有一次在幫人點到 幫人點到的時候啊 那個 那個人他講的 的故事我們來聽看看 好 注意聽喔 我憑什麼讓你求到 你前輩子欺人太順不讓你求啦 現在有跟他講往佛堂跑 就到佛堂了以後老師告訴他 憑著你在宋朝的時候供養過聚功佛佛 幫你求三寶啦 開法會的時候他告訴我們 外面無形的眾生很多 你開法就走那個走去 衝那個衝去 都對衝 你都不怕 我兩天裡面呢 除了上廁所以外 通通留在佛堂 不敢亂講話 不敢吭聲 無形的太多了 各位前選以後開法會要莊嚴 不要在外面隨便走動啊 他證明的喔 兩天法會完畢喔 第一個院內告訴他 憑著你帶我來開法會 我原諒你了啦 佛光普照我明禮了 第二個院內講一次不夠啦 你欺人太甚 待會再旁聽三次才原諒你 第三個願意講 你欺人太甚 你待會聽十次我不甘心 你待會去參加新民班 畢班了以後才原諒你 你待會去聽新民班 各位前嫌 我們來聽過的九賢妻子 那是大德跟著來 當你敲克你離開 他們就跟著走 所以或許在台中有在開班的時候 跟著他們講 你不是為你自己而聽 是給別人聽祖先 還有九賢妻子 還有那些無形的大德 你翹一節課你就損失慘重 好 我們你翹一節課你就損失慘重 那我們的 剛才第三個元妾 她是說了什麼 你欺人太甚 你要帶我去上新民班 我才會原諒你 原來我們來不管來上什麼班 只要來我們佛堂 我們都可以讓我們的這個靈性更提升 好 那就像開台尊王講過的一句話說 上一堂課可以消兩百個小節 一個小節有可能我們走在路上不小心 搭到腳踏或者是扭到腳這樣子 好 那我們一定要記得說 哇 原來我們的新民班就是怎樣 新民新局由你轉物 那第二年上至善班呢 我們就可以達到至善至美 那最後一年是重德班 從到飛行六到五年班上完 等於怎樣 修行幾百年 六百年齁 那這個是我們開台尊王跟我們講的話 那我們一輩子有到一百年嗎 那我們倒不如我們用好好的 用這個五年的時間呢 我們好好的來修行齁 等於可以上六百年齁 那這個就剩下的就是上課的花絮喔 你看我們會有一些角色扮演 上課真的是很豐富 很活潑 還有戶外教學我們就到 還有下課的時候 點心更豐富 那我們每年三月開課 十月必班 那我們現在八月份還沒有必班 所以我们进来姓名班都还可以来房听 而且我们都有补课的活动 带着小孩子一起来 这个是偶然之间后学拍到的 没有人教他 可是你看这个小孩子心里在想 我一定要祝福我的爸爸妈妈身体健康平安 这个我们不用教 这是我们不知不觉中 我们的小孩子就懂事了 他们三个聊天聊个很快乐 原来在我们道场上认识 当军的同窗的就一起去当志工 现在的你是这样子 未来的你是如何呢 画笔掌握在自己的手上 希望每一个人 我们每一个前嫌都能有一个丰富的人生 然后等一下呢 如果说有一个入学申请单 交到你手上的时候呢 你只要有心 不管你什么时候开始来上课 先否就会帮你安排好了 因为呢新民班都帮大家准备好一个位置了 祝福大家发喜充满道成天上名流人间 后学就分享到这里 那感谢先佛慈悲 那脚不圆满的地方请超此讲师多多补充 谢谢大家 好 班长一 谢谢大家